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3D打印的话题 在今年年初的国情资文演讲当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3D打印 称为一项有潜力颠覆制造业的技术 在资本和媒体的追逐下 快速成型技术3D打印 自去年以来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界和产业界 最热门的名词之一了 其实工业3D打印机 已经存在了将近30年 并广泛地运用于很多行业 那么3D打印技术是否已经足够成熟了呢 它对传统的制造业是会带来颠覆 还是替代作用呢 与传统制造技术相比 3D打印的优势包括 能制造出非常复杂的物品 大大缩短研发时间 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曾撰文指出 以数字化智能化和新材料应用为特点的3D打印技术 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在5月30日举办的 2013世界3D打印技术产业大会上 长期跟踪3D打印技术的 沃勒斯合伙公司总裁 特里沃勒斯表示 他期待在有生之年迎接下一次工业革命 Will this be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60年前当第一台大型计算机 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就有人预测将来会诞生更加精巧的计算机 但没有人能想到 当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 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 渗透到人类的生活当中 有专家认为 3D打印技术也会有类似的趋势 对人类将产生重大的贡献 虽然前景非常的好 但受到打印的材料 时间以及体积等等因素的限制 3D打印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其产业化进程依然是非常缓慢的 而且想要掀起更大的生产变革 大规模的融入 并且改变人们的生活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3D打印技术产业联盟 联席理事长史玉生认为 未来3D打印技术将无孔不入 但作为新的制造技术 3D打印只是作为补充 不会替代目前已经成熟的工业制造技术 这种技术的话 将来的话发展潜力非常大 但是我认为它是第三类制造技术 第一类制造技术 切削加工我们认为是剪材制造 第二类模具成型的方法 我们认为是等材制造 第三类就是真材制造 那么这三种技术 我认为是互补兴的 将来的话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说 这种技术出来 也不可能代替切削加工 也不可能代替真材制造 3D打印技术 已经在军事 医学 文化创意等众多的领域 得到了应用 而且也逐渐进入了 社会大众的视野当中 但由于材料成本高 制造时间长等原因 3D打印还无法实现 大规模的工业制造 看来 要说现在的3D打印技术 能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 还为时尚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